那我是曼安 推特每天不是都會發流行趨勢嗎? 去年就有個流行趨勢的hashtag叫 以由性癖暴露大會 這什麼這樣的哈斯卡士的講法 不就是講自己喜歡的老公類型嗎? 然後點開這個hashtag之後 出現在我首頁的熱門第一個貼文就是 一個會溫柔呼喚你的名字 並親身說 我愛你的典型男人 順帶附上一段影片 阿拉達阿拉達 這 這麼沉重嗎? 以有可以攻略的屬性白白種 年夏 眼鏡 傲嬌 專一 敵人等等 我自己看完一輪之後 大致可以排出前三最多人講的 最受歡迎的是 又詢染 又詢染的魅力在於 是女主從小到大最熟悉的異性 即使不是在攻略他的線 親美竹馬的存在感還是很強 知道女主的秘密 對女主有如家人般的關心 让攻略对象倍感威胁 进而触发不同的事件 第二受欢迎的是 年上 攻略对象至少30岁以上 像这种的吗 这太邪门了 还有 具有神秘感的男人 原因 虽然这些男人一开始会逐棋高枪 甚至有些对女主态度很差 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打开心房 一旦爱上女主 就会对她无比的忠诚 就是一个反差感吧 很多少女漫也都会这样画 流星花园啊 恶魔在身边 万年老梗永远玩不腻 第三受欢迎的是 最喜欢没有幸福结局 有贼悲惨过去的男人了 bad end 才能戳中他的性癖 即使身陷在地狱的痛苦中 只要和心安的男人在一起 就不怕 做出 要是只在一起哟的承诺 后来变质成诅咒的爱情 你各位的爱 好沉重啊 从来战士听到都怕了 有人玩游戏是喜欢玩happy end 但更多人玩乙游 是喜欢被虐的 这个真的要讲 可以扯到日本文学区了 例如太宰治崇尚的悲剧美学 系中叫痴情 西外 叫PUA 但不得不说 变成肥皂剧来看 好好看 充满戏剧性和情感的张力 让人深刻体会到 大家平时压力都很大 看喜欢的类型 可以反映到你的内心 不管你是因为联系那些男人 母爱情感涌现 还是每次都不小心推错人 比对之后会发现 喜欢的男人都会有某些共同的特质 讲到这个 你们两性不专家 曼老师上线了 你是不是每次都会爱上渣男呢 你是不是那个每次在爱情中都会受伤的人呢 那你很有可能有以下的状况 第一个 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的人 也很容易对自己没有自信 需要从别人身上获得价值 所以总是会喜欢上对自己条件很有自信 很会讲话 讲每几句话就会让你晕喘的人 第二个 背时暧昧冲滚头 没有几次约会就开始交往 俗话说 爱情总是盲目的 交往前克里斯和斯沃交往后 绝静将 拜托 不管有多想跟对方交往 都请再观察一下下 粉红绿晶太重没救的 就问问朋友 问问家人 旁观者脑袋绝对比你清楚 第三个 奉献型人格 会主动讨好对象 你不是会被利用 就是对方会被你搞到亚历三大 但你都觉得没关系 并问我爱你 所以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 二次元才是真理 交往前后都是克里斯和斯沃 各种属性美男让你选择的让爱 一个自己不会被抛弃 不会受伤 大家都爱你的世界 就在这里 我们终于见面了 公主殿下 主打有四十几位以上男人可以攻略的遥光路 乱世公主 以架空古代王朝为背景 上演一场少女与权谋斗争 玩家将扮演乱世中流离思索的公主 为了夺回失去的一切挺身而出 过程中有上百位民事跟你一起相爱相杀 有哥哥 有大将军 有护卫 让你体验如何从小公主颠覆政局 成为女帝之路 明明是来西美男的 结果PV先被女主帅了一脸 可以这很做性癖 不就是玩乙游吗 男角香就好啦 女主有差吗 当然有 推特上面的乙游性癖大会 有好几篇都是在讨论 女主有多重要 首先 作为女主的我 一定要是亲属系的 很多人玩乙游的一大雷点就是 女主太过天真 没有任何一点常识 动不动就让自己处在危险的环境 被动的等着男人来拯救 会照到让人想要关机 没有人玩个游戏还会想要被贴标签吧 所以现在个性鲜明 以及物理上强的女主很受欢迎 像我就会期待看到自己在游戏中 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结果男人完全不是重点 不是 不是来享受被男人围住的感觉 男人还是很重要啦 跟哥哥说 遥光度超感的 一开始都主打公主 和亲哥哥李锐之间的禁忌之恋 你上谷克控表示 赞 我存这张梗图就是我在这个时候用啊 哥哥的剧情很可爱 也非常揪心 他借公主的所有喜好 发誓会一声守护妹妹 听到妹妹要嫁人还会慌乱的说 其实 也可以不用那么早嫁啦 但他不断在心中自我拉扯 用理智告诉自己 不行啊 万一被妹妹当成变态怎么办 啊不是啊 这段单相思注定未果 所以哥哥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替妹妹着想 不让妹妹感到困扰 不过遥光路没有让人失望 文字尺度相当大胆 大大满足骨科党的遗憾 撒得威廉狗粮 就说某种意义上 哥哥也算是一种幼群染的吧 一样出自某胸控妹妹的发言 你知道幼群染的定义吗 幼群染从小一起玩 所以兄妹之间 同时也是幼群染 这些身份 都是可以共存的 所以幼群染的最高境界 就是兄妹啊 照推特的性癖排名 如果喜欢前后反差大的角色 可以攻略顾招 他是大臣的大将军 一开始对公主的态度 强硬到不行让人误会 这家伙是不是敌人啊 所以公主对他没有好感 不过他其实只是过度顺忠 只要获得他的认可 不管对方是谁 出身如何 他都会把人当自己人一样看呆 然后说到特别喜欢攻略 悲惨过去男人的话 这款游戏 会让人嗨到不行 在玩游戏之前我就有注意到 有个蒙眼罩的男人 施无玄 如各位想的 他都双眼看不见 但他不是天生眼盲 是后天被抵挡主谋 拷打弄侠的 逼着他只能辞退官位 带着他的古琴 一起在乱世中求生存 原以为身上带的残疾已经够残了 但我果然还是太嫩了 腰逛路 比我想的还要大胆啊 连宦官都可以拿来当作可攻略对象 各位看一下这霸气外露的男人 对 他是宦官 叫隐虫 在故事中 公主常常把他跟小时候的助教隐君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明明两个人个性和长相都不一样 隐虫讲话带刺 隐君心善温暖 但在隐虫身上 却有股熟识感 这不是暗示很明显吗 青梅竹马 反差大 有悲惨过去 急推特票选 最爱信僻余生 怎么输 没有 遥光屋里面的男人竞争力实在太强了 你们看这个胸肌 这个人鱼线 感谢在包景景的古代 还能看到露出度这么高的身子 任何你喜欢的角色 除了可以设定成看板狼之外 在看板设置的地方 每个男人都有瘦的skin可以做切换 骚爆 虽然背景在古代 但已有该有的互动感都没有少 有可以视讯的神奇道具 还有不依靠书信 可以及时传送讯息的书签 一系小游戏也设计的很有趣 有给生育厨玩的猜谜游戏 而身为公主 也能体验经营自己领地的乐趣 为了表达我对哥哥的爱 风衣就叫做 德国骨科世界第一 机械说你喜欢信僻余生的乙游 摇光录 目前已经开放全平台公册了 只要点开资讯栏连结下载 就能享受他40几个男人 这样 那样的恋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这支影片除了按个喜欢之外 也可以给我超级感谢 小小支持我一下 我是曼 下次再见 拜